大家好,我是楊飛鴻博士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超度四個英靈的故事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如果還沒有訂閱頻道的話 歡迎訂閱本頻道 本頻道會跟大家分享我在平常做法式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今天這個故事是我去遇到一個朋友 然後他想要超度英靈的故事 那事情剛開始的時候呢 是由一個朋友來加我微信 然後他就是 平常工作 他是在這個國企上班的 在屬於國有企業 但是呢他一直升官升不上去所以來找我 那一般來說我會給他排排命盤 看看他的八字 還有他的指揮抖數裡面有什麼樣子的現象 那查一下之後呢 他這個八字還不錯的 他八字有帶有十神 而且帶有三個 所以從八字裡面可以看到 他的口才啊交際上是很不錯的 可是呢在升官方面 在事業方面總是比較不順利 所以我看了一下子之後呢 後來我發現 他好像有負能量干擾 當然我自己會先給他 測量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英靈 但是這種英靈的事情 有時候你不好直接跟客戶說 因為這是屬於 客戶的隱私 所以我就比較客氣的問一下 其實說你或你家裡的有沒有人流產的孩子沒有超度呢 因為呢有時候 一個人身上會有英靈 不一定是他自己的 也有可能是他家裡面其他人的 所以這個在問的時候 我們要比較委婉一點 所以呢他這個也還蠻乾脆的 他直接告訴我說他的媽媽有 還有就是他老公以前談的女朋友 那是有的 那他自己呢還沒有懷過孕 那自己沒有懷過孕 如果有英靈 那這個英靈就不是他自己的 就是其他地方跑過來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事情了 所以他告訴我他 確實是家裡面其他人有 但是呢他說 他之前呢也有做過超度啊 那就是跟著寺廟 因為 通常寺廟會有一些超度的法會 那你只要信眾去了 有想要超度你就把 你就把那個 法金啊給寺廟 然後寫一寫自己的名字 他就幫你超度了 可是呢其實實際上這樣子 我有遇到很多的個案 就是說 這樣子還是 不容易把英靈超度走 因為那個屬於 皮量的 一次超度很多位 所以一次也許超過了 五六十位 六七十位 或者更多的數目 但是他就沒有走 所以 我就教他一個能量測試的方法 來驗證這個英靈有沒有走 所以這個方法呢 就是這一頁 這一頁 左邊這個圖 你就是輕鬆站著 然後你去問 我的工作上的不順呢 是有英靈干擾 如果這句話呢 你在念這句話的時候 你會微微的向前傾 那表示你所說的這句話是對的 那就是說是有英靈存在的 那如果你在念這句話的時候呢 你身體會微微的向後 那答案就是否 就是沒有英靈存在 所以呢要知道 英靈有沒有在你身邊 你只要輕鬆站著然後來問 利用身體的前後搖擺 能量的測試 你就可以知道 英靈是不是存在了 那他這個 就跟他媽媽去問了一下 他媽媽就說 之前在生他的時候呢 其實有三個 所以第一個是男孩 生下來幾個小時之後就要折了 第二跟第三呢 就是不小心懷孕了 沒有辦法要 所以就做隱禪 當然也就沒有下來 所以第四個才是他 所以他是主於獨生女 那 這樣子一看呢 那這樣算一算就有四位啊 因為他先生那邊一位 那這邊有三位 那應該就有四位啊 所以這個 這個本來 我查的是三位 他這麼一說 現在就有四位了 所以 有時候英靈他是會 跟過來的 這種事情 有時候也是 很神奇的 因為 就像 靈界 這些英靈知道 我這個朋友他雖然自己沒有英靈 但是 其他的英靈會跟過來 所以 這個就是 無形的世界會有一些 有趣的事情 他們自己會 鏈接自己會有他們的步驟 那 如果要 把它超渡呢 超渡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 要把英靈取個名字 我通常 會告訴 那個 有緣的這個朋友 通常 如果你要把英靈超渡 取個名字是很重要的 取個名字是很重要的 因為名字就代表 他曾經來這個世界上走過一遭 也有人會記得他 所以我要 慢慢去取個名字 那名字怎麼取呢 一般來說就是 你在第一時間裡面 腦海裡會想到的 你腦海裡面想到的第一個 就是他的 名字的 但有的朋友會說 想到了 是真的嗎 其實這個 你如果知道就曉得了 通常 英靈會讓你去感應 腦海裡面會想到的 有時候 你所謂的想到 其實是英靈讓你去知道的 他會把信息傳遞給你 所以呢他就取了四個名字 一個叫元寶 一個叫小飛 一個叫太陽 一個叫千千 那第三個太陽就很奇怪 他也不曉得為什麼 他會想到太陽 因為太陽跟 很少有小朋友會叫太陽 但是他也就想到了 所以這就是他們告訴你的 英靈告訴 這一個 朋友他的一個 信息 然後呢他在 這四個呢 他在唸第一個 就是元寶的時候的 他 身上會有麻麻的 這種麻麻的 其實就是 過電的現象 身體有時候 海馬會竖起來 就是這種感覺 如果 我想有些人 都會有這種感覺 如果去了一些 不太乾淨的地方 海馬會竖起來 就是 有一些能量過來了 所以很特殊的 就是他在唸元寶這個名字 的時候呢 身上會有麻麻的 那肯定是有一些關係啊 那通常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可以去查前世 當下 就給他查了一下 這個 第一個英靈 跟他的前世是有緣的 然後他自己就說 欸 沒錯 因為元寶是 第一個 但是又在他之前 屬於他的哥哥 生下來就 生下來就 夭折了 那生到他的時候呢 他的爸媽說 這個跟他長得 還是一模一樣 所以 我就讓他去問 去跟這個元寶的英靈 溝通 去問說 欸 元寶是我前世的哥哥 然後他利用能量去測驗 他發現 自己是向前傾的 表示這句話是對的 所以 第一個英靈呢 跟他還是有緣的 還是有緣的 是屬於他前世的哥哥 一般遇到這種情況呢 都是 如果想要再探究呢 就可以去從元城宮裡面 去看前世今生 可以用這樣子去看 那如果不看的話 沒關係 反正我們主要就是讓他 英靈 把他帶走 讓他有更好的安排 這個是我們 去查找到底有多少英靈 必須要做的事情 你要給他取個名字 那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 那一天中午 超渡的那一天 我本來是預計下午才去超渡的 所以中午的時候 我就在家裡睡覺 睡一睡 我覺得聽到 家裡面好像有小孩子在 走路的聲音 聲音很小 但是我感覺就有一個小孩子走過 然後又走過去 那我醒來之後呢 我想一想 我去想這個聲音就是 樓上通常會有水流的聲音 但是呢 為什麼 我在聽到這個水聲 會想到這個小孩的聲音 這個其實就是英靈在傳遞的一個信息 如果 如果你覺得這個太牽強 那是 可能你沒有學過 那個奇門鈍甲 或者是 一些預測的 這個東西就是外印 外面的一些感覺 所以 醒來之後我馬上去問一問 這個是水聲還是真的有英靈呢 所以我去查了確實是有孩子過來 所以我醒來之後 我就趕快去把它超渡了 超渡之後呢 就像右邊這個圖 把它立的紙 把它混掉過來 掉來之後呢 在彈前 三星祖師也給它超渡 那超渡完呢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做超渡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 孩子來 所以我就讓這個服務主來測試一下 也是用能量的方法 就問他說 你可以問一問 四個孩子在彈前恢復靈體 看他在不在 或者是 他問了之後發現 四個孩子在 彈前的時候 他身體會向前傾 表示 這件事情是存在的 所以他看到 問了這件事情 所以當能夠把 英靈請來彈前 這樣子的話 表示 到時候超渡的話 就四位英靈 可以離開 這樣子就是比較好的 那後面呢 他也會想說 超渡完的會不會有小孩的 也是幫他查了 也有兩個小孩在等待 所以 有 他家裡如果要生孩子的話 會有兩個小孩 所以他希望能夠被孕 所以 我們也是用能量讓他去測試一下 他只要輕鬆站的 然後問說 有兩個小孩在等著來 看看是向前還是向後 像前傾 表示說 在他的未來的人生路上 他只要願意 去生個 小孩 都可以生到二胎 因為實際上會有兩個小孩在等待的 好的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跟總結一下 其實呢 你如果發現你在生活 事業 或者是財運 感情方面呢 你會有不順利的 好像有阻礙的 那我的經驗呢 是很多都是英靈的干擾 因為其實換個角度來想 英靈他的心中是充滿怨恨的 能夠 來人間 是非常難得的 所以 他們因為一些原因 被流產了 所以是有怨氣的 所以要超度他們呢 我們通常要給他取個名字 有取個名字呢 就比較方便 容易把他們掉魂 魂掉到 法潭前面 修補靈體之後呢 一般來說就是在 八天之後 就會把他送到 東方常樂世界區 這是我這邊在做 也一直在做下來 都是比較圓滿的 那其他的地方 可能各門各拍不一樣 但是呢 我們如果有遇到這些事情 把這些 這個英靈把他 送走的話 對當事人 都會有很好的一個進步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 如果去發現英靈 然後如何把他們 調魂 然後把他們超度的一個過程 如果喜歡的話 你可以點個讚 或如果你在 英靈的問題上 有任何的 一些 看到的事情 或者是有什麼難解決的 都可以 聯絡我 好那今天的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